这个布林肯访华这事啊 有很多人留言啊 让我谈的 说我这个之前的一集系节目 谈的不清楚 其实这个事也很好理解 中方这个公报里边 咱们仔细看 一定要咬文交证 字少事大 这里边讲的一句什么呢 经中美双方商定 这是原话新闻稿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将于18日至19日访华 如果我没记错 那么这个经什么什么双方商定 绝不是中国外交部常用的话 这句话之前出现在哪呢 就是经中欧商定 冯德莱恩要访华 跟这个马克龙 那个是中美和中欧之间 用商定的一个例子 所以说什么呢 这个布林肯 他的待遇也就是一个 像冯德莱恩访华一样的 一个 咱们说并不是正式的 或者说并不是受中方待见的 中方待见正常应该是受邀 这个商定非常值得细评 在外国领导人访华新闻稿中 中国经常出现的是受邀 注意是受邀 而这个商定出现的就是上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那你看冯德莱恩 他是坐私人飞 他是坐民航飞机 对吧 就根本就不是什么 这个像中国非常高规格接待 接待也没有 经中双方商定当时远岗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将于4月5日至7号访拉 商定一样 那这次布林肯应该也就是一个道理 商定 我还记得这个美国当时公布了 他这个打前站的那位 那位这个访华的一些美国的 应该是政府部门的官员 坐的一个是一个货车吧 算是一个箱子货车在北京 这个跑中国外交部啊 其实非常低点啊 中国根本就没有高规格接待啊 那现在看布林肯也大概其跟冯德莱恩类似啊 中方新闻稿用商定一词就说明 这个该国领导人只是中方是基于基本的外交礼仪 同一起来访 就以冯德莱恩到访为例吧 本来中方就没有安排冯德莱恩访问这个行程 而冯德莱恩在出访前夕又在台湾地上和中欧关系上大放决死 那么中方自然也就没有给他啊 直接说受邀 没有邀请 只给予他最基本的外交礼仪迎接啊 全程是冷处理冯德莱恩访华行程啊 冯德莱恩最后其实坐个私人飞机走了啊 坐坐个什么 坐个民放飞机走的 如果冯德莱恩访华行程作为参考的话 那么外交部啊 现在对于布林肯的访华 应该是预期会很低的 就跟那个冯德莱恩一样啊 冯德莱恩啊 咱们还会继续谈啊 他其实现在啊 在主导的一些这个政策 欧洲的一些主导政策 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啊 那中方也意识到了 现在美方要降低调门 中方啊 现在对于这些人要冷处理 那原因就是美国媒体已经说的很清楚 为什么对这次形成中方预期很低呢 原因就是预计 那布林肯肯定要谈谈问题啊 中国在谈问题上立场也非常明确啊 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 美国人也要谈 那中美管控分泰尼问题 汽油变化问题 全球宏观经济问题 这都要谈 而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啊 向中国要表达担忧的问题 此外呢 美国的总统助理 坎贝尔还是宣称啊 说这不是美国战略转变啊 他们一直主张与中国进行这些讨论 但中国抵制其中一些努力 意思很简单 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还要进行努力 还要这个 等于说什么他不承认啊 自己向中方低头 但是咱们讲了现实非常残酷啊 就是你认不认啊 最后这个现实还是一样的 美国官方和媒体啊 提出这几个议题可以看出啊 就拜登政府打算继续拿台湾牌 对中国内政啊插手 想逼中国就俄欧冲突立场表态 还想拿着美国的选举议题碰瓷中国啊 帮拜登选举 给2024造势啊 所以看美国根本就没有拿出诚意 与中国进行沟通啊 所以就诈骗电话嘛 但咱们这次邀请了诈骗犯到中国来 咱们说这个 双方谈不到一个频道上 但是因为这个诈骗犯是个亿案富翁啊 那中国是不是得 那天天敲你门 你打你电话 你得什么 你得上道啊 让他来吧 所以看这次低调处理 就是布林肯这次访化的一个基础 和这个秦刚那个讲话 其实咱们分析的完全没问题 就根本就不会与他谈成什么东西 你得妥协 你得妥协 咱们现在布林肯拼命往这走 已经是他妥协的第一步 只是他不承认 但是我觉得是妥协的第一步 太急了嘛 只是美国人现在不承认 但是现在外人都看着美国人很急 但是咱中方给他就有商定 换句话说给冯德莲那个待遇 意思很简单 你来中国 那就是说什么 是你要来的 我没有邀请你 就这意思 换句话说布林肯会非常尴尬的 咱们华人其实很少了解这里边的外交用语 那这次布林肯访华之行 与其说是抱着沟通对话 愿望而来 我就不如说是他来中国这来搞表演 目的是他国内要大选 其实这个美国早就淡化国务卿五年来 首次突破这个预期了 美国人就没想过 会与中方进行什么有实质性的合作 原因就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已经确定 还是你中国要竞争 战略竞争对手 至于金融方面 那是中国和美国 现在看要防止 咱们说习主席讲系统性风险 这个系统性风险就包括美国的金融危机 全球的金融危机 换句话说中国也是必须要防止全球金融危机的 中国尽管已经做好准备了 但是看美国这个金融危机 中国也要防止 所以中美之间在金融系统上的沟通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所以中国之前就派了专员去了 那现今的中美关系沟通 无效 根本原因就是美国自己 或者说美国自己已经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他根本就 这个拜登政府是无法有效的管控美国利益集团 这种各种各样对华诉求 有的是咱们说两位人 有的是想跟中国合作的互利共赢的 有的是想跟中国干的 美国是国务院的中国组 众议院的中国特别问题委员会等等 这些涉华工作小组 一方面作用就是炒作反华议题 但另一方面又想成了美国各个利益集团的分赃 一个工具 所以你想想他最后是什么 是非常矛盾的 那么这次布林肯访华之前 白宫突然散布 所以中国在古巴射间接战这个谣言 和那个年初那个气球实验一样 就是当中美有转机的时候 美国国内总会有一帮这个反华势力开始出面 那这么大规模恶意炒作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现在有转变 因为美国现在拜登政府 咱们说了 布林肯他没有能力 他还真不像以前的美国的执政党 他有能力 现在美国拜登没有这个能力 这种长期会长期存在 也说这种弱势的美国县政府 他处理对华关系 他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咱们要理解 那现在看呢 给他这么一个商 经商定 对吧 那很显然 中国并不对他抱希望了 美国对中国的策略 我现在呢 从布林肯访华可以看出 他要玩低调 为什么 因为以前太高调了 他主要是什么呢 在硬实力上 他没有办法跟中国抗衡情况下 他不得不转向低调 那么拜登对付中国的玩法 现在变了 首先就避免在多边会议 组织上将中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就可以更好的团结盟友 因为很多自己的盟友并不想跟中国对立 所以他就低调 其次就不直接提及中国 也是改善对华关系需要 所以布林肯访华 对吧 就要改善关系 那么也就不直接在一些直接问题上提中国 最后就是现在拜登要实打实的行动 绝不是跟你喊口号 换句话说 其实拜登要玩阴的 拜登政府未来一段时间 很可能就不再直接的直白的提及和中国的竞争了 尽管表面看 美国要跟中国缓和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美国人绝不会 因为他的战略 整个的国家战略上面 还在确定中国是他的对手 而且也不再明着开始跟中国怼 而且是会选择玩阴的 利用一些方向规则秩序 这种方法来团结西方国家 一起向中国施压 这就是像冯德兰一样 那中国其实现在为什么让布林肯访华 那其实也看到了 那至少比你直接跟我像川普那样 跟我直接打 这个更好一些 你玩阴的 那其实中国最不怕玩阴的 因为中国是高手 那中国千年历史 这种招有都是 所以他拜登的目的 你还是要推动全球跟中国慢慢的脱钩 但是这种慢慢的脱钩 有一个词叫慢 这个时间站在中国这边 所以你只要是慢 对中国还是有利的 这种策略能否成功 还是取决于中国会不会犯战略错误 因为对方慢下来了 你看他想急着跟中国脱钩 搞失败了 那怎么办 来慢的 慢的毕竟时间站在中国这边 所以中国战略上是可以接受他玩这种音的 因为时间嘛 中国需要时间 所以很显然中国其实愿意接待布林肯的 原因就是你转变OK 我认为这个是我能接受的 我再补充一点啊 这个布林肯这个本人的外交史评真的是不行啊 你还记得他访问沙特 当着沙特面怒斥沙特人权问题啊 可以说这个 这个非常 我觉得这个布林肯啊 如果这次来中国胡说八道 咱们中国人可能最后一次见的 这个应该是中国应该是给布林肯的最后机会了啊 大家还记得这个之前美国人承诺过 拜登曾经对中国做出四步一无意承诺 还记得吧 后来呢 中美的巴厘岛会谈啊 四步一无意扩展为五步四无意啊 但是现实是这几个月发现什么呢 从没有美国旅行过啊 还是在打压中国 还是还直直台独 组织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啊 连这个总统许下的承诺都不算数 你可以想想啊 中国人会当真吗 后续你说的话会当真吗 但毕竟现在中国不想跟美国摊牌嘛 所以呢 很显然啊 这个还是要避免沟通 避免误判 所以现在非常有必要啊 见布林肯 但是咱们说啊 如果这次布林肯到访啊 他还是要把这个大批的像跟沙特一样说 指责你这 指责你那 来势汹汹污蔑 指责啊 要求中国无条件服从美国利益 那我觉得中国就没有必要再见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布林肯的最后机会 我再重申啊 这是布林肯的最后机会 如果这一次没有获得中方的信任 很可能啊 布林肯就啊 应该不会再做国务卿了 这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啊 封面的根本 5 5 7 1 7 1